前洛乔中心主任徐颖金 日前完成一本新书 在这本题为《光彩的人生》作品中 徐颖金用真诚朴实的文字 分享他丰富精彩的人生阅历 北美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 今天在蒙世为徐颖金的新书 《光彩的人生》举办发表记者会 遗憾的是作者徐颖金 因卧病而未能出席 这本书共12万字 内容十分丰富 本书的重要幕后推守好议臣表示 徐颖金近年来身体状况不佳 是在病榻上完成此书 《光彩的人生》主要的内容 不仅是他的自撰 而是很多对于国事的言论 和他对于个人在公职几十年期间 对于国家的奉献 另外也有许多的家言 也有许多的值得人做参考的 道德修养方面的言论 还有叙述他个人对于基督教会的信仰 有非常地丰富的内容 南加华人民众熟悉的洛桥中心 当年徐颖金是第一届主任 他在七年任期中热心服务乔包 退休后也积极参加乔社各项活动 昔日精彩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记录在新书中要与乔包读者分享 1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钟 在华侨文教中心 我们有一场徐颖金前主任 新书发表会 当天所有到场来宾 徐主任都会送给大家一本 他的最新的著作 北美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 邀请乔包参加徐颖金新书发表会 一同透过文字来了解 这位南加桥姐风云人物的光彩人生 18台新闻盟视采访报导